台湾年底地方九合一选举临近 绿营正规军忙操弄学历骑士围剿对手 侧翼网军却唱反跳辱骂高效 当网内互斗逐渐失控 民进党是否将迎来乱台网军的反噬 我没有想到这一些年轻人 他们一旦尝到了权力的知恶以后 他们就想谋取所谓的政治暴力 他们是有一种叫所谓的中央厨房直接指挥的 那今天你要谈什么样的议题 你要攻击谁 你要怎么样打击论文门 现在他们连电视上的某一些来宾都是刻意指定 除了刻意指定以外 所有绿云的所谓的政论电视台 他们要配合民进党演出 否则你未来你承包不到任何的标案 那换句话说 他是用两手策略 那一手策略去压制电视台 另外一手他收编电视台 除了政治暴力以外 还有一点大家通通忽略 当民进党趋居劣劣势的时候 他的暴力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 你好比说打张善政 那你好比说打高洪安 这些都是民进党执政的现实 那这些民进党执政的现实 如果一旦败选的话 会动摇蔡英文党主席的地位 所以我才会讲 他们现在搞选举 完完全全 都是为了权势 向权势扣拢的结果 而导致台湾今天民主素质的倒退 这些民党执政的现实